大家好,我是冲先生,欢迎收看冲先生的频道 话说这两天在网上看到一幅图 上面介绍着一种神奇的逻辑思路 叫做《真香港人不会做坏事思考流程图》 我认真研究了一会儿,发现真的挺反映现实的 在里面我唯一不认同的就是标题《真香港人》这四个字 今天的影片会围绕着这个主题 所以请容许我解释一下这个图 首先,这个流程图是这样的 如果有人做错了事,是亚洲人的话就会衍生出一个问题 他是不是华人呢? 如果不是的话,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他是不是日本人呢? 这里其实如果是和不是都不是重点 因为会自动帮他想好一个理由和俯冲,原谅他 如果是华人的话,神奇的回路就开始了 有没有证据显示他是香港人呢? 没有的话,他一定是内地人了 有的话,又要再问了 有没有证据显示他是本土的香港人呢? 没有的话,即是新香港人,内地移民来的 有的话,又要再问 有没有证据显示他是黄丝呢? 没有的话,他必然是蓝丝了 因为在他们心目中,黄丝是结白无瑕,不会做错事 即使有证据显示他是黄丝也好,一定是扮出来的 问你服美 还有,朋友推荐了一个Facebook Page 给我 内容挺好笑的 还有很多很好的观点 我组合了一下内容 再加上自己平时观察到的一些情况 在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所谓真香港人的逻辑谋误 今天开始之前也提提你,记得按右下角红色的儿子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旁边的铃铃,选择全部 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更新了 关于我的纪念品网店,可以回到我的网站,冲stock call 了解 而影片简介和片尾都有不同的方式和社交平台去联络我或者支持我 不阻止大家太久了,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我们首先讲一下旅游方面 内地人去香港购物的话,会被香港人称为水货客 来抢资源,抢奶粉,抢药等等 而相反,香港人去日本,去欧洲那些叫做代购 在外地,你不难听得出他们广东话夹杂着英文的说话方式 再加上,药装店长长的收据 环球影城,人手三个爆谷筒的情况 这些痛痛的东西,你都很容易会在香港的二手平台看到有人放售 那些叫做生意头脑 内地人在香港旅行,就会要求内地人识讲广东话 甚至要求他们就算不识都要识讲英文 不然就是不文明 相反外国人,就算不识英文也好,贸系界都是文明的 内地人用人民币,那些真香港人是会嫌弃的 要不就收人一对一 香港人去澳门又或者内地旅游都会要求人听得明 广东话又或者港式的普通话 去澳门更夸张,要求人按汇率收港币 和要抓索港币 还有,内地人在香港的地铁站和路牌打卡 就被人放上网公审去取笑 外国人,甚至是香港人 自己在外国的地铁站和路牌打卡 就是正常不过的事 讲完旅游,我们讲一下生活 在疫情开放,内地人在香港买药 对抗疫情被称为抢药 但是香港人在英国买药就叫做代价 移民了去英国的香港人 在英国,教人占尽一分一毫的便宜 写扶评,换免废奶 买了东西回去,明明是自己不小心 人为损坏都一样会要求赔偿等等 这些换了是内地人的话 不知道又会被说成怎样呢? 其实已经有不少人看不过眼了 提醒以英港人玩烂了香港人的招牌 还有,英国超市放了有毒的植物 拿出来,当是普通蔬菜那样买 哪怕是有人报道也好 不会有人说到食安问题 但是如果相同事件发生在内地的话 不知道又会怎样呢? 香港用繁体字,讲广东话就是文明 有一些有趣的说法就是潮语 但是他们就会取笑内地的简体字是残体字 虽然新加坡都是用简体字 他们也会嘲讽内地的潮语做腓语 但是他们看到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 用吃货这两个字 似乎就压着无声,声都不敢声 香港人去吃日本串销,吃提灯就说 这些是串销真品,懂食 中国人吃提灯就是恐怖,吃内壮 又想壮阳尽补之旅 香港人炒卖东西,文明天下 在英国都改变不到这个集成 相反,如果内地人炒卖东西就送尽天良 破坏公平市场 内地人在香港买房 就是令到香港人没有屋住 赶着香港人,逼他们去内地生活 令到香港楼价升高 令到香港人陷入水深火热 但是香港人去英国买房 就不会为社区带来压力 只是供求的问题 英国本地人很随和 甚至是愿意搬远一点 香港人没有赶走他们 香港人去外国买工 就处处都觉得不公平 又或者被受歧视 内地人又或者其他种族的人 在香港打工 就被人歧视到看无缘夫 你看看这些贴文 封刺别人是无国界司机 还要侮辱别人的宗教 说他们随时会驾驾下车 停在路中心潮拜 自己移民 想去英国 就要求别人保障他5加1一定要成功 甚至是要求97之前出生的 都应该要是英国公民 去台湾那些还搞笑 去一年就想拿别人的护照 但是自己当年呼吁台湾 甚至是英国政府要政治审查 厌防别人的渗透 现在求人得人了 台湾地区当局真的审查起来 做过公务员 中资公司 甚至可能连公立学校的教师 都会受到影响 相反 内地人移民过来香港 就被人口珠不伐 就说人家抢福利 抢学位 抢纵援 抢资源 炒贵楼 所以只是香港人可以审查人家 但是人家就不可以审查香港人 当时李家超一句生意好 就被人抽水抽到看无缘夫 英国石油企业赚大钱 民众挨天价能源账单 英国石油巨企BP公布财报 第一季获利达到50亿美金 即390亿港元 比起前一季有所增长 是2012年以来BP在第一季创下的历史 但仪高业绩 今天英国人没有钱开暖气 老人家靠着把老人巴士卡 坐足全日巴士才不用捱动 还有人要吃狗粮 有人要做性工作者维生等等 那些真香港人 甚至是当地的BN owner 有没有帮忙过说一句呢? 有没有stand with英国人呢? 现在只要有人在社交平台上说好中国内地 又或者香港 港衰英国等等都会成为众此之敌 有人甚至已经做了一个唱衰英国金字塔出来 难道在真香港人的心目中 英国只有优点没有缺点? 个个都只能赚好英国吗? 说完生活 说一下政治 香港2019年事件时 有人发起罢工 说这样才能救回香港 鼓励大家积极参与 到英国罢工时 那时候市民就帮忙清理垃圾 最好笑是还被人骂 这样阻止别人表达诉求 香港有港区国安法之后 就说香港是举报之都 但是在英国的香港人 动不动就将对方举报去军情误处 说别人是间谍 这些又是什么行为呢? 这些举报别人的朋友 不知道自己在香港的收入、租金等等 有没有常报回到英国政府呢? 香港有国安法之后 就说是侵犯民主自由 台湾移民处在2023年1月发布 港澳居民不得从事活动一览表 里面禁止的行为包括游行和接受媒体邀请 连游行和接受采访都不行 为什么又不会影响台湾地区的民主自由呢? 内地人在微博上自己讨论国际时事 那些叫小粉红 香港高考英文卷 涉及奥巴马的太太 那些考生不满 去她的Instagram留言万骂 这些又算是什么呢? 经常抓住中国过去的历史 说中国又不交代又不道歉 哪怕是交代了她自己不去看也好 也不影响他们每年总有几天特别爱国 相反 英国首相拒绝英国国会议员的要求 就英国在黑奴历史中的角色作出道歉和赔偿 我又想问一下这帮真香港人 你们又会不会为你们自己所谓的中主国的历史发声呢? 那我整理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听到这里你们又有什么真香港人的特别例子呢? 不妨留言讨论一下 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么多了 喜欢影片的朋友记得帮我赞好留言和分享给朋友 加入会员每个月一杯咖啡的价钱 就可以支持我们频道继续营运下去了 现在YouTube影片的右下方 还多了个Thanks的按钮 给大家支持这条影片的制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再那些视频